大家好,上个星期一如既旺,都估计它穿了1.7万, 真的认证了两个月之前估计市会穿了1.7万, 我常常跟大家说,虽然我觉得港股是牛市一期, 但牛市一期有时真的要耐性去等待, 因为牛市一期的时间相对比较长, 所以上个星期我觉得市去到1.7万,第一个目标价到了, 第二件事,上个星期都会看港交所, 因为现在市况始终成交相对比较低, 我想都跟现在市况淡静有关, 还有现在都有奥运,就是买买两行, 在这样的环境下,上个星期觉得港交所差, 那这个星期我有看一些数据, 我就觉得消费其实都一般, 如果消费一般的话, 其实我自己就偏向会选一只比较迪, 因为始终你现在比较低, 新能源汽车都相对比较饱和, 还有现在都内卷很厉害, 大家可能10万元留下的车款, 或者10万元附近的车款, 大家都比较厉害, 如果你想欠个市场, 你就要减价了, 其实你见Tesla那些, 或者其他国内的汽车厂, 其实你都看到明显走这一条路, 还有同质化, 其实电车的同质化都开始严重, 有些像几年前的手机市场, 如果我看的, 我就看一只25785, 行使价就207.8, 今年12月底到期, 实际杠杠杆都挡到6倍, 我自己觉得比较低就比较烂, 就是目前这一刻, 我觉得似乎消费都是偏弱, 如果要看好的话, 我想都要一些数据去支持它